大家好,我是橙妹 8月6日是我們新戶王國成立一周年的日子 8月20、21日我們將會舉行我們的開放日 地址在這裡 大家記得到時上來探訪我們 除了探訪我們之外 當然我們會有很多優惠給大家 回饋大家這一年來對新戶王國的支持 我們到時不見了,bye bye 字幕提供常員 大家好,我是阿蘋哲羅的 這個世界一塵八彩 當中共的心情已經沒有之前那麼好 而且開始見到經濟下降 接着看到美国出尽办法 想办法压制中共的时候 这些长头草即时出现 当然了,这个不单是长头草 也都是经济的问题 我投资你中国最重要就是 你能够帮我赚到钱 但是现在看下去细息不到 这些华尔街大鹅即时反转 反转猪肚就是之前 靠中国赚了多少钱 多少的IPO 做中概股 接着在美国上市大赚一笔 但是现在告诉你听 此情不在 尤其五家国有公司 在美国退市的时候 即时见到华尔街 这些基金佬 出清中概股 尤其一个人物一定要记得 就是桥水集团的CEO 这个号称中共 最有好的朋友 他的大子 直接告诉你他要在中国读书一年 体验北京的生活 在彭帅事件 他为中国辩解 甚至新疆问题 人权问题 他可以看不到 因为我和中国好朋友 有大量的投资在中国 甚至在美国的中概股 但是刚才我都说了 当五家国有公司举手离场 然后还有261间 其中的159间 已经铁定在退市的 即是说我不侵你玩 你交不到审计报告 中概股 来到这里 即是彻底玩完 哇 你看这些即时反面不认人 即时卖完一毛钱都不剩 包括阿里巴巴 哔哩哔哩 京东这些 喂 我就是要走的了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 百岛看不到 一毛钱都卖清 即是你看到远银一样 全部日盖不留 你就看到私横遍野 实际上你说中美 是不是真的脱钩 尤其在金融系 我可以告诉你 中国不想 其实美国定了规矩 你对的就来 不对就不来 现在中国的大数据公司 即是这些股份一定会退市 一定不会提交审计报告 或者一些资讯给你 但是国企的也都是 但是除此之外 一些私人企业 我相信中国就不希望它离开美国 因为一离开美国 即是等于没有生水 中概股 或者这些企业 为什么值钱呢 就是因为它在美国上市 一个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 在那里上市 很老实地说 如果不在美国上市 即使你回来上海 回来深圳 回来香港 我相信减值九成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即时减值九成 那你说国企又说 阿爷撑没问题 是不是 好像这些大到肥不了穿物 穿不了物的 其实他们都很严峻的 你认为它过得到 不是 一样搞不定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数据 中国是不会被它流出来 所以结果也都会 退出美国市场 但是其他的呢 其他我相信 中共也好 私人企业也好 他们都不想离开美国 因为离开美国 他们就没有了生水 没有了集资的功能 回中国大家都知道 一个极匹透明的 连实际的暗地操作 是怎样都未知 那你说 你的空间究竟有多大 不过华尔街真的狠 什么叫华尔街痴狼 人家今天就告诉你 即时要跟你收档 在我心目中 什么都是利益 在国际事务 无论是政治金融 没有人跟你有亲 因为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面 就是这样 即使中国都是 中国就是你有用 你就来 你没用 也都不需要你 尤其是政治层面 但是中美金融脱欧 我相信 还有一段时间都还没得 因为我觉得 起码都还有过百间 的中概股 或者陆续还有一些 没有那么敏感的行业 会寻求美国上市 但是基金佬 看不看你台戏就另外讲 今天他说 因为现在这些公司 要在美国退市 卖 卖了的股票 只蝕 事实上 桥水集团在今年 上半年已经 蝕了千几亿美金 只蝕 就是他唯一的选择 但是一件还一件 当你有利益的时候 能够和他创造到财富 他一样来 不过我相信 会比之前谨慎得多 其实不单止是华尔街 你只是看孙正义 你就知道的了 远眼都要出称阿里巴巴 因为入育 阿里巴巴 孙正义仲大获 由上年到现在 账面亏损了三万亿港币 我有句口头善 不过粗口来的 不要说了 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追踪 订阅 科金看广告 可以的话加入会员和比赛 大表安天啊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